今天是中秋节 那么其实中秋月圆人团圆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赏月看到漂亮的月亮呢 我们来看到其实在气象预报的资料显示 中秋入夜之后西半部受到水汽影响 程度减少 赏月条件还好转 中台湾的天气状况也很给力 在傍晚5点47分日落之后 天色转暗就看到中秋月圆 包括在台中 还有云林新罗大桥附近 只要一抬头都可以看到好漂亮的月亮 虽然地球距离月球36万多公里 没有达到超级满月的程度 但是这已经是2015年以来 最大的一次中秋满月 错过了这一次 恐怕还要再等14年喔